再来关注一下演员张雨琪 其实呢 早在2011年的4月份 张雨琪和导演王全安就已经登记结婚了 只不过呢 在今年他们才去马尔代夫低调的举行了婚礼 今日呢 这个婚礼的视频在网上曝光了 婚礼当中的两个人也是相当的幸福 王全安和张雨琪在领证两周年后 才在马来西亚布办了一场中期合璧的婚礼 从曝光的视频中可以看出 张雨琪头戴玫瑰 穿着一身热辣冰型舞群 在老公黄全安的环抱下大挑摊个 丝毫没有表现出羞涩的二人 还当着一众亲友的面 不时亲吻 2011年张雨琪与年差21岁的导演王全安 因拍摄电影白鹿园结缘 并于西安登记结婚 此消息一出顿时轰动了影视圈 我觉得恋爱谈长也是谈 谈短也是谈 不要是你看跟什么人谈嘛 有些人可能一下对了就结婚了 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一些事情 反而有时候一些恋爱谈长了 反而两个人矛盾越来越轻化就结不了了 也是有 原来别说闪婚了 我就根本就不想结婚了 从来也没想起来结婚这个事儿 一直还得结婚还挺害怕的 那为什么张雨琪就做了什么让你别婚姻 跟一婚 其实有时候是一瞬间就能明白了 你就是就像我们说的遇到客星了 是吧 冤家到上门了 这就是这事儿的单身就到头了 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的幸福下去 我们来说这事儿说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